我觉得你的个性特别讨人喜欢 应该很容易和别人打成一片 怎么就成了大龄圣女了呢 我初恋长得特别帅 就现场男孩我觉得都没大帅吧 别生气 我俩是从小一块长大的一个村的 因为他们家比我们家过得好 他妈 他爸爸是给猪打针的兽医 所以就买了个自行车 那个时候上学的时候 他就是拖着我去 就一直拖了我好几年 从小学到初中 这七八年 为了感谢他 我们家种了西瓜呀 苹果呀 我就给他带几个 为了怕别人说闲话 就是他在我后面有五个男孩 我就一人分一个 然后那村友一个最大的我就给他 有的时候会买冰棍给我吃 还有糖僧肉 还有山楂片什么的 还有汽水 就感觉挺好的 就是多好啊 这都 对啊 接着谈啊 青梅竹马 多好啊这事 后来呢 就后来上初中啊 他因为我给别人打架嘛 初三的时候我已经120斤了 因为那男的说我胖 说我给猪一样 然后他就听到这话 就把那个男的给打了 那还是对你很钟情啊 因为我就觉得 那时候不是爱情你知道吗 因为从小在一块长大 打了之后都被学校开除了 开除之后 然后呢 他就去外面学兽医了 他不在学校里面 去合泽 然后你们俩就分开了是吗 走了之后 他没想到给我写信 他说美丽的搬花 希望你好好学习 虽然你胖 但是我觉得你一点都不胖 也希望你能够多吃饭 然后呢 我现在在外面学兽医呢 等我以后参加工作 挣了钱 我就回家去照顾你 也没说娶我 我就想着好好学习 没想到他跟我写的信 还真管用 就是到初中升高中的时候 我一全校第一名 考上了高中 哇 所以对你的鼓励 还是挺大的哈 因为他只有鼓励你 你才有信心 因为我觉得他去外面的 城市里面了 我还在村里 我觉得我不能比他差 我要考上高中 然后呢 长大了 上大学 或者我俩一起挣钱 这样想的 高一的时候 他去找我 去学校里面 给我了五十块钱 那个时候是见过最大的钱 我觉得 哎呀妈呀 有男人给我钱 我就挺 特性分账嘛 因为我妈妈一个月给我十块钱 所以我觉得五十块钱 就是让我赚的都已经出汗了 特感动 临走的时候 我要去送他去车站 但是我就在美国联系 我也不知道为什么 写信也没回 后来我才知道 一年之后他就结婚了 就我上高二的时候 他就结婚了 我那时候还小 为什么呢 因为他那时候已经上班了 后来我才知道 他们两个也是同学 可能是 可能是 反正不知道怎么说 高的时候 然后呢 我妈又住院了 然后身体也不好 那时候就感觉双重的打击 我从来没想过 我家里怎么 我父母能得病你知道吗 从来没想过这种事情 然后去医院 侧我妈妈 然后呢就是 还有这件事情 然后反正把我的头都搞大了 那你后来通过什么方法 让自己摆脱了这一段呢 我就出去打工了 去了一个厂子里面 他们都说我 你看你一个学生 你会什么会 我都没说话 我不会 我可以学嘛 他们九点下班 我就十一点才走 所以呢 一个月之后 我就很熟练地操作了 三个月之后 我还成了我们的车间的厂长 谢谢大家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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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谢谢大家